对 对 绿色那一个 从越南富国到泛国 这批被年代旅游丢包的 台湾旅客怨声载道 即使落地了 心情还是无法平复 全部都是要靠自己 你们会跟旅游团那边 绿色那边全部都脱钩 你付了钱 没有拿到该应有的一些品质 很多团人都在那边过得很辛苦 吃泡面 然后你一天饭不能一起吃 最夸张是到了第三天 我们换了一间旅宿 然后我们去Tick in的时候 就去个一老半天之后 他就跟我说 根本没有订到我们的品质 对 可是他在台湾 就已经跟我们说 他把我们订购完 然后还升等为海警房 对 其中被丢包的部落客段段 法文痛批 他们一家12口 付了近70万团费 要去的缆车跟游乐园 门票也成问题 更扯的是 年代安排的餐厅还没有营业 他们必须自行解决温饱 气得断断落下狠话 等回台 就要对旅行社提高算账 我们昨天也是搞到四点多 才确定定到房间安心了 我们才是 昨天一整天 全部都是让我们在 担心害怕 度过了一天 这不能叫行程继续 那昨天的行程完全没走 要求年代是下午四点以前要兑现 如果没有兑现的话 月节就是确定没有班机了 那像这样子他们非常被踢皮球 这样不是很夸张吗 更多团员抱怨 不只行程全泡汤 现在连回家都是问题 旅客忧心旅行社 只是没有一规定缴清款项 那他们原定14号要回台的班机 到底还飞不飞 月节的应该是OK了 那月竹这一班好像还在协商当中 听听月竹的老板讲 13号班晚 月竹航空在150多人 顺利降落淘机 14号有500人将达成三个班次返台 其中两班月节航空可以飞 另外一班月竹航空在起飞前一天 还在未定之天 也难怪旅客又兴兴兴 民事人旅客谭俊豪台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